三法市列治民區一間文宅 在兩個星期前發生華裔長者命案 本台今天獲得的法庭文件當中顯示 死者除了被重擊頭部之外 屍體亦有被火燒過的痕跡 陳家琦報導 60歲的被告明正關 同80歲的死者於千辛是失誘 同駐列治民區Anser 夾16加1個文宅 關被控謀殺及弱腦致死兩項控罪 法庭文件指 6月17日當日 事主正同同學進行Zoom視像會議 事主突然離開鏡頭 該名同學就聽到事主尖叫和一聲巨響 而似是有人倒地的聲音 然後有一名穿著灰色褲和拖鞋的男子入鏡 目擊者更加從鏡頭裏見到地上出現一個紅色的水淡 目擊者擔心事主的安危 於是向兒子求助並且報警 當日下午近4時半 警員到達文宅調查 發現大門半開 當時穿著灰色褲和拖鞋的被告向警員聲稱 屋內沒有其他人 然後便走回自己的房間 警員於是進入事主的房間調查 他們見到事主堵臥在地上 頭部下有一大片而似是血的黑色液體 面部有被燒過的痕跡 而事主已沒有默薄 警員在房間裡也聞到頭髮和肉被燒過的氣味 也找到被燒焦的頭髮 警方於是搜查整間屋 發現只有被告一個人在場 警員上到文宅二樓找被告 發現他已經換上一條黑色褲 在搜查他的房間時 找到一支棒球棍 鑑證科事後證實 球棍上的物質是血液 而目擊者也認出 被告的灰色褲和拖鞋 和他在視像見到的一致 警員於是將關拘捕 法庭文件顯示 經過進一步調查後 文宅業主和警方說 死者過往曾透露多次被被告騷擾 而他亦鼓勵過死者報警 被告關明日會再度出庭 法官下令他不准保釋 26台記者陳家琪報導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睇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睇